希望把这边全部都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们野心很大 不过一般工作是这样 就全部啦 因为你如果只有下载水泥的话 感觉好像意犹未尽 所以如果又想要下载食品的话 那其实方法一样 可是问题 如果说你是写一段 然后又写另外一个 感觉你在好像似乎没有效 就是没有 有快一点啦 但是好像没有快很多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要把什么 把这个东西 把它就是写一个回圈 所以理论上应该如果这个名称 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后面来 那你会发现 它点了水泥之后 它基本上就是去执行 那个有个PHP的程式 叫什么 叫做List List.php 然后问号的话就执行参数 参数的话C等于 C的话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它那个名称吧 就是它的类骨 等于后面的这一串 后面这一串 因为它有经过一个叫URL 网址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encoder 就是把它编码了 然后放在这边 所以理论上我们其实是放个水泥 再经过编码 放上去就OK了 所以这后面的话可能会需要 做几件事 第一个你要先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串列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串列 全部都复制之后 放到这个后面 加一个也比较stark的那个 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串列 不过这个我是用那个 Nordpeg++帮我转换的 那转换的方法其实还蛮容易的 我其实也是用取代的 所以这个本来是贴上去 然后怎么取代呢 基本上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就取代什么 取代成那个把 它后面的换行拿掉 然后因为这个箭头是Table 所以又把Table拿掉 然后呢 不是Table拿掉 把Table取代成什么 因为我之后要贴到串列 串列中间应该是 这个水泥跟食品中间应该是 什么 双银号豆点双银号 所以我就取代 所以我这边用取代 成两个双银号豆点双银号 所以每一个中间都有了 最后自己再加上头尾的双银号 贴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一招 因为有时候像这种东西 应该 不用写程式吧 如果你要图牌银号来做 满 所以用这种编辑器转换一下 贴过去 那我们就有这个清单了 也就是说 那再来的话我就写一个回圈 那么for each in 这个for each 假设for earn in 这个stock 那我就先抓水泥放在后面 不过会需要用这个东西去转 我后面这边有补充 就是在 0605这边后面有一个叫 要必须用一个什么呢 UIL Lab 它有一个pass 这个pass里面的话 有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可以帮我把它转换成那个什么 我要的网址 OK 那转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我只要把这个 复制贴到UIL 然后再去跑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OK了 我印象中我有把它做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第一个 先产生一个串列 串列的来源呢 基本上就是从什么 当日行情这边 另外当然还有什么零贵的 这边也有 OK 所以如果你野心大的话 哇第一论 不过好像同学是说 这边这么多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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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OK 而且网路上像这种东西太多了 你要爬 爬不完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当日行情全部爬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存一个单一个CSV 不过好像存一个单一个CSV 好像变成全部并在一起 好像没什么意义 所以理论上我们就是一个水泥就点CSV 然后食品就点CSV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开启就可以看到了 不然的话就是说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汇整到资料库啦 资料库要怎么建 一个table 先建一个table create个table叫水泥 然后把资料丢到那个table 也可以 有没有 所以可以再把它结合资料库 理论上大部分 我们还是会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整合再来应用 OK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最后就是要把这个回圈加进去 然后把这些全部都下载下来 里面好像蛮多档案 如果你也如果动作快 野心大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的 如果这些还没办法满足你的话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相关有关金融方面的网站 应该是一大堆 所以如果每一个金融相关的网站的资料 你要怎么拿就怎么拿的话 那应该可以做出很多的花样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再来看 再踹一下 因为刚刚好像 2.0的版本跟3.0 3.X的版本好像刚刚那个 encoding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试一下 第一个我就如果要全部都抓下来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网页上面的这一块里面转成那个一个串列 前后就要双引号 反正你就自己再做应该很简单 把它放在这上面 接下来的话 后面我就把这一刚刚写的这一堆有没有 外面包一个什么呢 包一个那个for earn in stock 就是说加一个串 加一个那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串列 然后并且把这一段程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按一个tap键就好 让它换到下一阶 那本来这边 它是水泥的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等于有没有 后面c等于后面就串接一个 那其实本来应该就把n放过来就好了 其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放个n 不过特别注意 串一个n之后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这个网址 要放在url上面 必须要重新编码 如果你没有重新编码 直接丢的话 好像会有错误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方式 在那个一个那个 这个url这个libr 这个套件里面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帮我转码 所以把那个名称转换 所以我这边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最下面你们找一下 那就利用那个url lab 它里面有个pass这个方法 后面有个叫code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名称给它 并且以coding等于CP950 因为这个网页是CP950的格式 所以编码方式可能还是要跟它那个是一样 或者的话会出现错误 那我就让它跑 那跑的话你会发现然后它就 等于应该知道意思吧 就是丢一个那个 这个lake名称然后就帮我下载 存档下载存档下载存档 哇感觉好像一个工厂 有没有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如果你一个大量的哦 你跑起来会有很多成就感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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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最好就是自动就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按K 然后你会发现哦 哎他就一直有没有print了哦 感觉就是资料有在动了 那动了之后呢 东西也顺便帮我存档 存成csv也存在根木 那你另外可以建一个这个资料夹 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个流程 剩下的你就再把它做得更好哦 自己再把它run出结果来 那你会发现这边哦 就会有我们多出很多个那个csv档 包含就是什么化学水泥 我还一堆一堆 不过把它分散 最好是建一个资料夹给他 然后比如说我开启其中一个 食品好了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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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最后好像这一行没有没有把它work 好这边最后没有把它写出去 没有好像还是有一个小bug 就是说他好像有这个一个地方的名称 好像会卡住 我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这边跑一下 好像会卡在其中有一个名称上 可能你会再找一下 到底哪一个 这个可能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如果run完之后 理论上应该前面几个都有 那你可以check一下看哪一个有问题 比如说像食品 我刚开应该这个打开 诶 有了 有没有就丢进来了 那只是说好像我印象中是有其中有一个 那个名称是有好像有充码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这可能还在检查 看一下那个到底是卡在哪一个类鼓的名称上面 不然其实理论上这样已经可以work了 剩下就是要把那个bug给找出来 至于那个bug怎么找 就是交给各位了 OK 剩下的话应该就比较简单 只是 那其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资料 也许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所以我们如果要大量扒取网络资料的话 其实类似 就可以把比如说一页的规则写出来 剩下来就是传那个传那个 URL参数 那其他的网页资料也就可以 顺带的帮你把它全部抓下来 OK 那这些其实还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现在银行股也上一个 摸一下 最后的话已经成功了 刚刚出的问题是因为这边 我可能在取代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取代还是不能相信 因为取代的时候 他难免还是会变成说 刚刚这边变成两个并在一起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就变成什么玻璃造紫就变成合并在一起 后来我简单发现有问题 就把它改一改 改一改就OK 主要是那个刚刚的名称有问题 如果名称没问题的话 刚刚我就把它从头转到尾 就感觉很疗愈了 OK 然后这时候要做什么 下载 然后就存档下载 存档下载存档 现在才几十个而已 不多 如果有几百个 几千个 几万个 每天就是 诶 时间一到自己弄一下 时间一到自己弄一下 或者甚至后面你已经写好的报表的流程 他自动全部都帮你把它弄完 对不对 然后自动帮你丢一些报表 有图有表 然后你可以很快做判断的话 然后那就很方便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最后的话 看一下 现在check一下 可能还是因为那个 就是我后面这个名称可能还要再check一下 是不是有漏掉的地方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我把它放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就是我刚刚下载的这全部 我看一下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打开 有了 有资料 没有问题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也会把这个程式 我也会把它再复制一份 然后放到那个云端 并且把它mark 起来 就是大概我改的东西 也许我就把它放在0605最下面这边 OK 那理论上我大概改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 我有装加了这个东西 这个叫U-R-L-L-E-B 然后 这个是我取代的 不过 是不是还有 还有 指数型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 因为会卡住都是 就是两个被 啊这个啦 这两个也并在一起 所以这边可能还要再把它改一下 指数型这边 这边 这两个要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 这样子就应该没有错了 所以其实写程式 尤其是跑回圈 最后写完 其实 是感觉还蛮愉快的一种经验 不过前提就是 你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完成 剩下如果OK的话 你也可以再试一下 底下这些 看那边也把它 抓一下 这是什么零贵的 这个资料到底能不能用 其实我不太清楚啦 反正我们主要是练习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如果做完的话 可以试一下 这个叫我们的那个 云端白板的 0606 这边的话你打开来 这个就有一个叫上柜 那个股市行情 上柜的 不是上市的 那最后我把它全部抓下来 就类似长这样子 OK 然后里面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 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必须要 把这个规则产生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城市最难写的 就是如何产生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基本上就是年 月日 而且明 一定要明博年 你可以给他一个range 你要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上柜的 相关行情资料 那你就给他一个曲节一个range 然后呢再来就是产生民国年加月份 一定要是个位数字补零 比如说一月你一定要01 斜线 其实最难写的这一段 这一段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利用format 有没有 把那个你要的那个日期格式给变出来 这个部分是最难写的 OK 答案当然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这边就有了 OK 不过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把它变出来 然后最后的话 你可以先run出这个 然后并且把这一段怎么样 再接到你的UIL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我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程式呢 其实没有几行 就这么多而已 OK 这个 如果你把它run 应该理论上它run完之后 就会一个一个帮你存起来 而且非常多 我只有下载107年1月1号到6月7号而已 很多 而且几乎一整年的资料 通通通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恐怕你如果要手动来做的话 当然会非常花时间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也许 如果做完刚刚那个股市 长情资料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有关那个 怎么样去画图的部分 因为视觉化也非常重要 那画图其实我是觉得也不困难 在这个地方 如果前面你都有概念之后 这个画图感觉有点像在Excel里面 把Excel滑鼠键盘 画图改成用程式画图 有没有 以前应该都有插入图表Excel 对不对 那我们只是去设定那些相关的规则 打上你要的名称嘛 比如说它那个标题名称 它的图例名称 它的图形的样式 它的X轴跟Y轴 还有它的那个轴的间距有没有 那也就是你要把那些设定 本来是设定在Excel的地方 把它设定在Python的程式里面 我是觉得好像大体上差不多 OK 应该相对的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 比如说我们后面 那因为这个画图 我是觉得这个 证照考试题 跟我们要教的范例其实还蛮 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那如果说刚好我们又可以 学完这一个你们未来如果 要再考试 那就不用学两次了嘛 你就是一举两得 所以也许我们就把 那个证照考试的第四类 第四类基本上就是 考你会不会画图的功能 那画图的话基本上 就会需要用那个什么 那个画图的那个 叫做什么 Math Pilot Lab的这个 这个套件 另外的话呢 里面有几题会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 Pundas Pundas那个就是 那个套件 那它的套件有点像枢纽分析表 你引用进来它会有index 就是列 然后有那个colors 就是它的栏 然后再把里面的 data frame 把它放进来 感觉其实跟枢纽分析表 还蛮像的 OK 然后最后 讨论给它之后再把 需要的结果给画出来 这个的话 也许有兴趣同学可以先看一下 我一样有把这些题目 放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证照考试里面的这个 影像结局 第四类的部分也许各位可以 稍微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要画的图要怎么画 OK 然后 它基本上考试就没有分单双类 因为它只有五题 五题如果还考双数的话 那不就只有两题 太简单了吧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它应该就没有说 那么 那么 就是有一些提示 不过我是觉得这题目出的 还算OK 就是说基本上 就跟你书里面的那个范例 是差不多的 那差不多的话不如就是你学一次 可以 学会的并且又可以拿去考试 这样反而会是比较一举两格的 的学习方式 我觉得如果学了之后 还要再另外学一个参与去考试的话 等于你要学两遍 要学不同的人的那个概念 那 另外的话其他 就是第一类的话 其实跟我们之前去下载网路资料 还蛮像的 像第一题的话是下载那个 Jetson 还是XM 然后输出成CSV 这个是Jetson 然后输出成CSV的样子 那102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下载什么 下载也是一样是 XM OK 然后一样好像要转成CSV 所以有些类似的 题目的话 我们就大概点到为止 然后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要 如果考试 如果将来你们 有心要 拿到这一张 我是觉得名称还不错的一张证照的话 可以把它当成是 学习的一个阶段 那之后也许把它熟练之后再去参加考试 OK 那 第一类部分 第二类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网路爬虫 比如说像210的话就是寻找什么呢 字词 什么字词呢 就是在那个网页里面 某一些关键字出现的次数有几次 那这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要用我昨天讲的有一个RE 有没有 来找会是最简单 当然你不用RE你也不用Find 只是说你Find Find完之后你要看个加1 倒不如用那个RE它里面有一个什么 Find all的方法 Find all的方法就是它会找整个网页里面 你那个关键字出现的次数 它会RETURN给你一个串列 那你把那个串列 算里面的LEN就好 它的长度 就可以知道说里面出现的次数 OK 所以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也是汇率的 比如说美元缩盘的汇率 然后它会提供给我们 一个 一个好像我印象中也都 这个部分是HTML 给你一个网页 不过它有时候考试怕说 如果是online的 怕说那个网站刚好挂掉的话 就麻烦 或者那个网站如果是怎么 改版的 像本来那个Google 它本来是OK 它没有一定要那个检查 Headers 突然考试的时候 那个网页突然给你改一下 那怎么怎么考 所以他们会顾虑到这一点 也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是 就是离线的HTML 离线的 那就是已经固定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 也比较不怕改版 OK 所以这会有一些用档案的方式 也是这样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203 就是台湾 好像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像 但是它这边有一个网页 这个是连线版 可是这个连线版 基本上它是放在他们server上面 那这个里面的资料也不会变动 等于是它放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 可是你会说 这么丑丑的 没有它其实是真的长这样 本来是考试 它只是说要让你去 反正一样可以爬 一样可以检查 里面都有 只是说它怕说 如果去抓那个台彩的官网 台彩官网如果假设又变了 那这样考试应该就考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就是先放在他们的server上面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是一个网址 大乐透开 它开奖就是要开出 大乐透开奖的这个结果 跟我们今天做的差不多 而且感觉好像更简单 我们还爬比较多 它爬一个大乐透而已 就把它顺序排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你们今天东西 学的很顺手的话 其实参加这个考试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OK好 其他的话有什么大专院校名称等等的 这类似的 另外就是最后一个那个第三类的 第三类的话就是会用比较多是用那个 NANPA的那个那个module 那个module对 那个module有点像进阶版的数学函数 进阶版的数学函数 然后呢它要让我们去统计资料 配合什么 配合Pundus 去做一些资料的统计分析 不过也是我讲的 就是类似像Excel能做的 它只是把它用 我们Excel滑鼠键盘做的事情 变成用程式解决 所以如果有些 如果你们实在不太懂的 我可能会先用Excel 做过一遍 原来是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会比较清楚了 像里面 比如说你要用那个什么 统计 哪一个栏位里面发生 像这边有一题 我是千里你们可以先看那个 第305 因为跟最近发生的那个热门新闻有点关系 因为最近好像吵架吵得蛮凶的 就是登格勒 病例的发生 而且刚好又是高雄的 这个资料好像跟最近有点关系 去年的资料 也就是说它里面就是要你统计 那个什么 哪一个区域 那个什么 发生登格勒的人次最多 你要把那个资料给取出来 OK 那可是你要取出来的话 其实说真的 反而 当然用Excel很简单 其实它就是不是考你Excel 它是考你用Python去帮你帮我们把这 因为如果你用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你就把那个Data放进来 然后你再取出你要的那个栏位 再取出你要统计的那个资料 结果就出现了 但是这个动作我们不是要用枢纽分析 我们要用Python把它完成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可以先把这四大类的题目稍微看熟 那后面我们剩下那个下礼拜 2 2跟5 然后就是2 所以沿着上的话 我们会把这边的六类的题目 把四类的题目 把时间分配一下 也许可能不见得每一题都讲 但是我们可以讲比较精要的部分 如果说你们对哪部分比较想要多了解的话 你可以再提出来 也许下一次上课也可以先从第四类开始吧 我觉得第四类很简单 真的就是画图 OK 好 先试一下我刚刚主要就是提到当日行情的那个进阶版 等于是说把它写一个回圈 OK 把它全部抓下来存档 另外有一个类似的延伸的就是抓那个网页上面的上柜行情的这个资料 也许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再去抓那个其他的 看有没有更多跟你有兴趣的资料有关的 也是可以把它类似把它做一下 来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 好